我们之前介绍过中国对国外一些实体的制裁 其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 比如英国著名律术 在受到中国制裁后 立刻撤销了反华声明 不少律师纷纷离止 如今BCI也看不住了 原以为BCI会强硬到底 没想到这么快就暖了 律师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也就是传说中的BCI 已重启官网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 2020年10月 BCI宣布将新疆棉花拉入黑名单 在今年中国民众声讨与抵制BCI 及HM等会员品牌后 BCI偷偷的下架了这份声明 还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凭实力 对境外不良势力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为何BCI会撤销声明 在我看来有四点原因 一是BCI的声明已无法对中国造成实际伤害 中国棉花年产量约600万吨 但中国的棉花年消耗量却达到了 780万吨 也是说中国的棉花自己都不够用 你抵制不抵制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中国内部自己都消化掉了 再说了 新疆棉花农场 属于非常优质的棉花 根本不筹卖 你抵制不抵制完全无所谓 二是BCI声明会给外国企业带来严重损失 在BCI事件出来后 一些会员就退出了BCI 无印良品等企业更是引住了压力 坚决使用新疆棉花 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BCI会员继续使用新疆棉花 由于BCI声明的存在 它会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但如果不使用 将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巨大损失 这会使相当一部分的外国企业进退了呢 要知道 无印良品20%以上的销售在中国 耐克全球唯一正增长区正是中国 正因为如此 无印良品一开始就坚持使用新疆棉花 并发布声明 他们已经对新疆地区的农场设施工作人员进行了充分了解 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查刊 并未发现违规违法行为 三是美国的目的已经完全闪失 西方打压新疆棉花目的有三点 一通过打击新疆三大支柱产业 两黑一百宗的一百集棉花 来恶化新疆经济与制造动荡 二打击中国一带一路 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 三通过污蔑与抹黑新疆 制造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与冲突 但目前看来美国的这些目的全都跑贪了 新疆的棉花根本不筹卖 中国内部就能够消化 想通过棉花恶化新疆经济难以绊倒 一带一路一郎健康发展 中国外长访问中东六国 体现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尊重与友好 并未出现什么对立 甚至出现了一个五十年与一个二十五年 伊朗大使更是亲自的到新疆一晚 不但自己成了新疆的美食博主 还像伊斯兰也向全世界产生了一个真实的新疆 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美国 试图搞乱新疆的图谋已经破产 美国进军阿富汗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想破坏一带一路 就是想对新疆制造动荡 但最新消息 美国已打算从阿富汗完全撤军 这场耗时二十年花钱两万亿美元 美国没有申布胜利就撤军了 说明了美国已经战略失败 美国都不想玩了 BCI再玩下去也就无意义 四 谣言终归顶不住真相 在BCI棉花事件发生后 中国从各个方向向世界尝试了真实真相 新疆当地民众也积极辟谣 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新疆 还包括伊朗大使等外国邮人 也实地考察 向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新疆图画 在真相面前 谎言终归是不堪一击 再说了 新疆人民也坚决反对 BCI及某些企业的图谋 通过当地新疆人的发言可知 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暴恐四季 贫穷落后的社会里 想拥有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中山说出 BCI那份抹黑声明其实已毫无意义 刘之不但无意 反而会坑害他们之声 服装品牌H&M遭受重创 英国律师事务所撤销涉江官方背书 律师纷纷离职 如今连BCI都下架了官方声明 甚至连背后的中级老板美国都开始 从阿富汗撤军 中国再次凭实力赢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只能说 英伦那句话 国外势力是搞乱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 稳新疆定香港 希望接下来 解决好台湾问题 那可是多少人多少年万年欲穿的期盼 舆论事件对新疆的影响不仅不坏 反而非常好 我认为 新疆迎来了可遇不可求的发展良机 形势一片大好 天时 地利 冷和 上方面 新疆都有了绝好的时机 地利方面 新疆之前显得过于偏远 远离东部经济中心 时差都有两个小时 世界一带一路的文部推进 新疆的地缘重要性不断凸显 中国 俄国 伊朗 因美国压力 紧密合作的程度 有望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 如果中俄一在广袤的亚洲大陆上 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 新疆就能够成为核心之点 美军在阿富汗已经快二十年 实之无畏 在中亚的影响力 眼见的在衰退 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关系绿与深化 近日又与伊朗签订了二十五年的长期合作协议 亚洲大陆需要和平 需要大发展 中国扛住了美国善有余力 俄罗斯和伊朗才是真的压力山大 一旦中俄一下定决心排除干扰 开展建设热潮 局面将会大为不同 中亚各国本来就在上河组织里 美国影响力淡到一定程度上 必然加大地区发展大河场 但几条震惊世界的大铁路 几项撼动区域的大工程开工后 亚洲大陆成为地球中心的趋势 将不可阻挡新疆是大陆最中心的地区 地球上离海最远的地方就是乌鲁木齐 四个方向离海都有几千公里 亚洲大陆沸腾起来 新疆会成为核心区域 得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又价值的关注 中国的基础设施才能规模极大 达到了之前人不敢设想的程度 东部与中部基建逐渐的进入了收尾期 庞大的基建常能必然要向外输出 本来可能翻向是三个 东南亚以印度为主的南亚 向西到中亚西亚诸国 印度莫名其妙的敌视中国已经自己把路走绝 东南亚进展顺利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已经有样板效应 新的方向必然会是中亚 当中亚各方就发展达成一致后 中国海量的基建常能扑向亚洲复兴地区 会是极为震撼的 而新疆在这个战略中会起到地区中心 前出基地的作用 格局完全打开 在任何方面 表面上西方社会点名过关式的表态 搞起了摆设恐怖 新疆似乎被打成了另类 但本来西方就对新疆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持西方中心论才会觉得形势不好 这是新疆最大的收获 是得到了14亿人的支持 是一种觉醒 这种支持明显和过去不一样 力度前所未有 而全国人民的真心支持 正是新疆最需要的 从安全形势来看 新疆已经实现了四年多无暴控 和周边地区关系都稳定 也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认可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 民族关系也明显改善 地区安全已经不是问题 主要还是发展机会 差了那么一口气的感觉 中央显然会对新疆大力投资 根据形势的变化 后续资金很有可能还会加大力度 民间对新疆的支持就显得又为关键 只要民间支持真正的上来了 新疆的超常规大发展 可以说是事成定局 而这次新疆民是非常合适的舆论抓手 这场有关人和的舆论战 西方敌对势力搬了新疆的大门 要感谢他们 不然还真不知道如何的发动群众 对西方无耻攻击的最好反击 就是把新疆发展好 这场舆论斗争 使新疆的大发展得到了关键的助推 不可阻挡前途无量